答答 嗨 嗨 我們可以突襲你房間嗎 也不算突襲 什麼 你有整理嗎 你看這個棉被 完全沒有整理 欸 自然感 嗨 大家好 我是答答 今天又來到我房間了 對 為什麼又來你房間 我們又要改造我房間了 我一改造 我一改造 換季 不用緊張 其實是因為最近我們又新發想了一個 屬於秋冬的風格 叫做19度C 巷弄里的三號公寓 那這個風格我覺得它就是 大地色系 然後有一點點那種 枯枝落葉感 我覺得那種氛圍就是 是我和C.O.本來就都很喜歡的感覺 房間本來就有點大地色系的風格 對呀 我就覺得 嗯 這次我改造了應該算是 蠻得心應手的 其實房間算是蠻秋天的感覺 畢竟我的貓也叫秋天嘛 這次我和C.O.其實都會改造我們的房間 然後最後他也會來我的房間看看 好期待它的反應喔 你很期待它的反應 期待看到它嗎 我很期待看到它嗎 我比較不喜歡我 沒有 我喜歡你跟秋天耶 喔 好 稍微先跟你分享一下我今天打算怎麼改造我的房間 你要怎麼改 我覺得首先就是 我會換這個L型的油漆 其實我還是覺得這個敏灰色系的感覺 很適合這次的風格 但我現在原本是宿舍 我覺得我想要用奶油泥泥 這一個風格油漆組 然後來做暈染油漆 因為暈染油漆我覺得 就是很有這種斑駁孤獨感 除了油漆以外呢 另一個會比較有明顯的改動 我覺得是我想要幫我的床 稍微換一個位子 我想讓我的床靠床 我覺得風格你就是要欣賞窗外的風景 對所以我決定要把我的床 床 移到床 旁邊 所以我們現在從哪裡開始 先來準備油漆 所以我等一下會來把這邊扳開來這個區域清空 所以只要漆這個L型的牆面 對 不要懷疑 好 接下來要來暈染油漆 目標是兩個小時內完成這件事 真的可以嗎 可以 所以我也有小幫手 小心翼翼 這樣嗎 聽你一個人要兩個 對 那我一個人 你的秘密無息咧 他不需要吧 丟梯子 是 給大家看奶油漆漆兩個顏色 跟我原本房間底漆加在一起的感覺 就是這樣子 而且 像我一開始會說我覺得 秋冬一定要用暈染油漆 是因為我覺得秋冬給人的感覺就是空氣 比較 就是濕冷 然後很 迷霧迷霧的感覺 我們現在要打給Cell 問他們現在進度到哪裡 探查第一期 嗨 嗨 嗨 你們在幹嘛 你好 我剛剛打給你 你沒接耶 好 他直接有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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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啊 超級平衡 我想看你家長怎樣 欸他們才剛開始七耶 我根本還沒差 你會弄到五點 我覺得我會弄到 五六點 你咧 你已經好了 好吧 那後面就當驚喜吧 掰掰 掰掰 大力士大大 哇 我發現 你的這個衣櫃跟這個牆面超大的耶 怎麼說 就是比上一個遊戲還要大的感覺 真的假的 真的 很漂亮耶 吹過來後反正還是適合暈染 對 因為我自己有時候會偷看 我第一次改造跟第二次改造的照片 就會覺得好像暈染器的感覺 可是我比較喜歡 接下來就要來DECO了 這邊全部都是我們等一下要用到的DECO品 首先就是 掛布 之前我們不是有 早安掛布跟那個英文字的掛布嗎 那兩個掛布其實超熱門的 然後後來就是整個缺貨 然後我每次都把我手上的貨 訪到客人的暗場 結果我自己都沒有一條 所以我一直很想要有一個 帆布掛布 這是我們出來蠻有趣的 它就是一個 Playlist的感覺 就是一個音樂歌單 最後第七個 就是像Life to be一樣 留一個空格 讓你們去填寫屬於你們的秋冬季節的歌曲 接下來就是抱枕們 這次的抱枕們我覺得都 很有特色耶 那抱枕好酷喔 這一個嗎 這顆就是有一個很有個性的線條設計 我覺得雖然大地色系 米灰色是我很喜歡的顏色 可是有時候要稍微 就是有這種淺一點的米白色 可以讓整個更有層次感一點點 所以這顆也是我覺得很不錯的選擇 接下來是這一顆拼色抱枕 我自己覺得拼色的感覺也很有特色 而且它拼的兩個顏色 它就是一個是比較卡齊卡一點的米色 然後一個就是比較淺性色的米色 這兩個顏色就是很適合秋天那種大地的氛圍 然後這一顆我覺得它另一個小特色就是 它這邊都有做一些皺褶感的設計 這些都很適合秋冬的氛圍 接下來呢 這一次這個情聚組是 像是水洗棉的感覺 然後我很喜歡就是 它也是有一點點 紋路感的這種材質 而且摸起來超舒服的 另外一個我很喜歡的小細節 就是這一邊是有一個木頭鈕扣 覺得這個木頭鈕扣就是很有這個秋冬的氛圍 就是木質的元素 接下來是我個人很期待的馬克杯 首先第一個特色就是它 手捏的這一種紋路感 再來另一個細節是它的底部 有刻字 像這個咖啡色的這一杯 它是寫Lady Night 另一個白色的它是寫Early Morning 覺得也很呼應 這是秋冬的風格 就是希望大家 不管是在一個寧靜的清晨 或者是夜深人靜的傍晚的時刻 也都可以好好享受獨自的片刻 這次我在VG Soleil挑的衣服畫作 我很喜歡它的木頭框 我覺得超有質感的 然後這個照片就是它本身也是比較米色系的感覺 也是一個花瓶的影子 然後就覺得跟我這次房間的顏色也很搭 而且我很喜歡它們的這個白色的邊框 它有壓一個它們自己LOGO的深足水印板 我覺得很有特色 我決定要把它掛在床頭這裡 這先請小幫手幫我把地毯打開來 然後它們摸到這個短毛材質都說超舒服的 我自己也很喜歡這一個地毯它的短毛紋路 然後我自己私心還很喜歡就是這個地毯上面 它有一些這種細碎的斑駁紋路感 就很像那種燕麥米 對不對 對不對 決定推車要放在這邊 然後椅子擺在這 然後我還有一個新的寶貝 是什麼 因為我本來就蠻喜歡蠟燭的 我這次最近就是挑了一個熔蠟燈 很漂亮耶 而且它的咖啡色跟你房間超搭 深色木頭我也覺得 這次的秘密武器就是一個全身鏡 感覺要擁有一個自己的小空間 就是要有一個全身鏡 很自戀的感覺嗎 而且我覺得我房間就是算偏小嘛 然後多了一個這個全身鏡 感覺空間有放大的效果耶 我覺得你換格局之後 這邊又變更快了 對因為就這個空間感覺就更大了 而且這個空間又加上了一個全身鏡 加倍 雙倍放大 沒錯 今天是改完房間的隔一天 然後Sale等一下就快來了 在它到之前呢 我剛剛又收到一個熱騰騰的商品 我剛剛有偷摸一下那個P毯的材質 超舒服的 喔我也覺得 因為我現在摸著它 就覺得它真的是超柔軟的 就是米白色的我覺得算是蠻常見的 但是它這個材質 就是像我們剛剛我和監獄有提到的 是真的比較柔軟一點 然後還有它的鬚鬚我覺得也很美耶 對 而且它這個包裝就是 又有拆禮物的感覺 馬上把它放入我的床上 只要說什麼 是太多的 嗯 對 我要進去囉 好 歡迎 哇 哇 這還是我房間對不對 這還是你房間 就是有我房間的感覺對不對 對啊 我覺得把它放到窗邊去也太讚了吧 喔對 我覺得我這次就是有一個重點是我有換格局 就是我喜歡這個房間可以更符合 可以自己獨享這個空間的感覺 天啊 我跟你講我覺得我真的是猜對 因為我就想說你走的路線應該就會是比較淺色系 對啊 然後我房子應該就會是比較深色系 但其實你原本的家具也都是比較深的 但是跟淺的牆壁跟淺的床背套配起來 還是很好看 我覺得對我就是還是會想要選比較淺色的東西 在這些深色木頭的搭配下面 而且我很喜歡這裡 這邊就是完全是那種一人份咖啡廳的感覺 我超憂慮 所以要深色的杯子還是淺色的杯子 但我覺得現在看起來好像配白色很不錯 我昨天晚上選的是咖啡色的 然後我今天早上起來我就換成白色的 你看是不是跟時間點也是有關係 早上就會想要用比較淺色的 所以兩個都要買 而且這個顏色的床背套也很好看 欸所以你不是這個顏色喔 我是深色的 然後等一下就會看到了 我特別喜歡這個抱枕們這一面 真的喔 不知道為什麼 就覺得這一面特別的喜歡 我覺得妳房間真的就是清晨的感覺 那妳是傍晚晚上 傍晚的感覺 哇 就是這個風格的傍晚 不錯耶 OK 我們有做出區別 那我們要去Sale的房間嗎 沒錯 接下來要去我家 吃完這個蛋糕 好 下午茶時間結束就去我家 好 掰掰 我們快到Sale家了 對啊 我好期待它的屏風 我看到發現人家還有屏風 很酷 請進 登登 哇 欸這個屏風 很讚 而且我覺得妳很聰明 妳白寫的 是妳的畫作 我覺得選這個尺寸 對的 對吧 就是要夠大 嗯 謝謝 很讚耶 灰色的床包也好好看喔 對吧 深色就是我房間會有的顏色嗎 對啊 我覺得妳把這顆配得很好 我覺得妳的油漆很讚耶 很漂亮 但我覺得妳剛好是因為妳的房間 是淺色的牆壁 但配深色的地板 對 但我的其實是深色的牆壁 配淺色的地板 所以我覺得我們家也還蠻剛好的 旁邊又有這個枯木就是 我覺得那個氛圍感就有帶出來 妳好棒耶 我還做一件很gay掰的事情 就是我把我上面的中文說換 是英文銷售 這個太細節了吧 啊 我的盒子 妳的盒子 對對對在這 我自己蠻好奇妳當初在 就是我們討論好像說要改造房間 所以她都會想要這樣搭配 我覺得我本來就是比較淺一點的大地色系的人 所以我就很直覺的就是選我喜歡的 適合秋冬裡面偏秋一點的感覺 也是我比較喜歡的季節 我覺得妳就是秋冬裡面偏東 對對對 但我自己覺得我們兩個 這次在做的整體改造起來的風格 我覺得跟就是我們這次出的風格的串聯度 都是我們真的把房間打造成一個更適合獨處的角落 就是不管是妳的房間或是我們的房間 都有一種很沉穩 或是會讓人家想要整個人安靜下來的氛圍 其實我發現這樣子 就是把房間換季這件事情還是蠻不錯的 就是我也順便就是整理一下房間裡面的東西 蠻推薦大家也把房間換個季 對 然後而且我們這次其實出這個商品的話 我們後面也有一些好康要給大家 然後大家就繼續關注我們 然後可以到我們的資訊欄去看 那我們這次改造就差不多結束 大家有特別喜歡我 或是要房間裡面的哪個角落嗎 都可以跟我們分享喔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 掰掰 我們的官網已經正式開賣囉 在12月2號官網上面 也有限時的九折優惠 另外全館只要消費滿5000 就會贈送Hoei的實驗室相分 那我們這次用了聯名商品 佈置出了兩個空間 大家只要下方留言說 喜歡哪一個空間 為什麼我們就會抽出一個獎品喔 趕快去留言吧